开发者你好,欢迎你收看本次视频课程 本次视频课程是通用能力实现之分享消息卡片 在本次课程中,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云开发来实现分享消息卡片 在云开发中使用分享消息卡片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云开发来去做你分享卡片的内容时 你需要提前将所需数据放置在配置实例中 以确保分享是口用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分享的功能是小程序自带的功能 并不一定非要借助云开发才能够实现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我们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想使用云开发来去实现你这样的一个分享消息卡片的功能之后 往往会踩到一些坑 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课程中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去实际使用时 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云开发来去完成我们一些比较特殊的需求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如何使用云开发来实现分享消息卡片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程序 那么小程序的分享按钮呢,是在上面的三个点中 我们点击以后,它就会应该有个分享按钮 但是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分享按钮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页面的这个配置实例当中 没有去定义和分享相关的具体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们如何开启分享呢,也很简单 我们在配置实例中添加一个新的方法叫on share app message 然后呢,我们再为其加上一个function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点击这个 然后来进行转发分享了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转发分享呢 它取的是我们默认界面上的分享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界面上有个按钮 它就显示出这边有个按钮 那这个的话肯定是说不如我们所满意的 而且呢,上面它也没有文字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自定义 将这里的内容呢,改成我们想要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做这块呢 首先我们需要return一个object 在这个object中呢,我们需要传递几个参数 一个是title,一个是pass 以及一个imageURL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自定义title,pass和imageURL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显示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title呢,我们已经看到了 imageURL呢,这里我们没有传入 所以呢,它依然是使用了界面的一个截图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精传 在实际使用时,你可能会发现 如果你把云开发的这样的一个fairID 比如说我们在云开发的控制台当中 我们去拿一个fairID出来 我们复制这样的一个fairID 我们复制fairID 然后呢,我们把它填写在我们的imageURL 然后中呢,我们去进行转发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加载我们的图片 那么我们怎么来完成这部分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页面的unload的方法当中去 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呢,进行加载 然后呢,我们使用小程序的cloud gettempfair url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呢,去拿到我们的这个文件的一个临时的链接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拿呢,我们需要给传一个参数叫fairlist 我们在fairlist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fairID传进去 然后我们传递一个rem 我们将结果打一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页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呃,去请求一下 然后拿到数据,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数据呢,是在fairlist的第0个数据 也就是我们所拿到的第一个数据 然后它的tempfair url当中去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或者说我们直接打tempfair url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去点一下 我们看到我们就拿到这个文件地址 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的配置当中,我们会再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新的object,来去存放我们这个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使用set data来去设置的话 那么你这个呃,数据呢,是会传入到这个界面当中 但实际上你的界面中并不会用到这个数据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对象当中去 比如说这个对象默认是now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做this.page data.image url 等于我们所拿到的这个文件的url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呢,我们把它打印一下 我们打印一下this.page page data 我们点击转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url的 然后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image url 来去替换我们这个fair id 这样的话,我们在进行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拿到我们对应的这样图片的一个信息 能够去分享 当然包括这个title呢,你也可以去通过云开发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你用云函数来去生成特定的title啊 然后这个path呢,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设置为其他的页面 来去完成你这个分享功能的一个实现 那么最后呢,我们进行一个课程总结 在这次课程中呢,我们学习了我们如何使用云开发来实现消息的分享卡片 那么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说,如果你想在分享的时候去使用云开发当中的文件 那么你需要提前将他的这个fair id 转化成一个临时的文件的地址 然后把这个地址呢,作为我们返回时的这个image url return给我们的这个onshare app message的返回值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分享的时候使用我们云开发中的文件的地址来进行分享了 那么我们本次课程呢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